买房卖房一般民众就怕买到凶宅 不过现在出现有人专门挑出过人命的房屋买卖 还有专属的网站提供凶宅资讯 而且你知道吗 凶宅的行情是跟着案情的轻重有所不同 发生过重大命案的房价 有时候是比有人亲生的房子价格还要好 不过民俗专家就说了 凶宅怨气不会因为你转了棘手而减少 这得看买房者的八字够不够重 凶宅也有人要买 而且还是捧着钱等抢购 原本该是黄金店面的三角窗透天错 阳台钢筋外露铁门斑驳生锈 看起来好像没有人出入 只因为有人曾经在里面亲生 这房价马上跌五层 一开始广告就告知这是凶宅 所以通常会打电话进来的 就是已经接受这个是凶宅 他已经不忌讳不care这个东西 他才会打电话进来问这个房子 因为他看到的是价格吸引他 就有人创业不只专卖收购法拍物 而且专挑出过人命的凶宅 点焦转售 就算这栋透天错 七年前因为屋主抗议银行 收走太太房子就在四楼亲生 原本一千八百万的法拍价 至少得砍到九百万元 才有可能成交 不会啊 因为如果我自己住的话 我会把整个全部重新弄过 大家焕蓝一新的那种感觉 不只卖凶宅有利基 开网站专门让人分享凶宅资讯 每个月的浏览人数 更是隐藏的买凶宅客源 更深入一点 这凶宅买卖行情 还会随着案情的轻重而不同 多掌握一点资讯 就能买得便宜 转卖赚一笔 像是有人亲生过的房屋 只能以五折价格转卖 有过炭火痕迹死在屋内的 只能用六成价格卖 杀人命案 焚尸命案 类似的凶杀案 价格比亲生的房屋好一点 因为被认定怨气比较少 如果像这样意外坠楼死亡 这样的房屋还能卖到八成价格 而且业界还有不能说的秘密 就是转手过的凶宅 价格甚至不输给正常房子 不过民俗专家说 尽管有人租过 但发生过命案的凶宅 不会因此减少怨气 只能说市场运作的价格 跟一般民俗看法不同 就看消费者怎么挑选了 记者连远兵陈广瑞 台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